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赵连海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上个星期评论的时候 我已经下结论说这是杀鸡给猴看 我相信所有的北方人都能认可这一点 赵连海完全是被冤枉 本来是个受害者 结果今天竟然成为被告 而且竟然被判了两年半 说给国家添麻烦 今天穿制服的 中共在所谓的这些个办事员 只要他穿制服的 他带着国徽都叫代表国家 你只要把他的行为 你提出任何步子 你就是向国家说不 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赵连海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干 所以杀鸡给猴看的目的是为把别人的声音压住 那不成想 中共现在这个时候 干了这件事情 就变成另外一个词 叫手标弹炸锅坑 激起民愤 谁的民愤起来了 香港人不干了 他本来是要把猴压住 结果 想不成想 很多朋友 立刻意识到 我 自个儿 在共产党的眼睛里 估计就是那个猴 那 赵连海被杀 目的是为了挣我 这一下猴 急了 在党的眼睛里 是猴的人 全急了 跟党翻了 不干了 网上有很多文章 主要集中在赵连海这件事情 在香港的反应 我们先看看苹果日报 怎么说 那 苹果日报在上星期六呢 写了一篇社论 社论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 就是监狱 托尔斯泰在复活当中 曾经描述了 当时的俄国的监狱当中 被囚禁的人呢 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人是本身没有犯罪 纯粹是法庭 错误判决的牺牲者 第二种人是几乎任何人 处在他们的环境之下 都会犯罪的人 比如面对不公平待遇 而盛怒之下的暴力 第三种人是确实犯了罪 但相对于他犯的罪 社会对他犯的罪则更大 而令人叹息的却是第四种人 他们之所以背叛有罪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比别人更加高尚 比如政治犯 这听起来我觉得更像99年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和后来的比如说高之胜 胡佳等人 而更令人惋惜的说 或者说更令人叹息的话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越了19世纪时的俄国 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更深 他描述说 在今天中国的特色是导致毒奶粉事件的官员没有事 而追究事件的受害者却被判刑了 事实上还有比这更加荒谬 更加冤枉的事情吗 正像网上有个帖子是这么讲的 苍天有泪 赵连海 大地无情 李长江 今天中共的官 中共所摆出来的环境的局面 就是在桌子上一面堆着一堆钱 另外放着一把枪 我是爷 你听我的 你把钱拿走 你不听我的 哥们我就跟你干 什么人权不人权 道德不道德 不关我屁事 这就是今天党所营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国的环境 在俄国 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的出路 就是监狱 这是托尔斯泰在复国当中的一句话 那今天把俄国改成中国 是完全适当的 难道没有进监狱的 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吗 这是他提出的问题 而结论呢 他讲说 没错 对不公平的事 沉默也是共犯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 历史将记取的社会的转变的 最大的悲剧 不是坏人的喧嚣 而是好人的沉默 沉默者可能是好人 但不是见到不平 而肯发生的正直的人 你对你自己的孩子受伤害 你都无法站出来 那谁又能奢望这样的人对社会有所贡献呢 而我们今天大陆的社会所缺乏的 不正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的做人的人性吗 那赵连海这件事情呢 在香港很多政协委员呢 那一下给反弹起来了 BBC的报道说 刘孟雄讲 赵连海判刑是非法之法 文章上来提到 继香港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高调为赵连海名不平之后 全国政协委员 港商刘孟雄 更是近日在香港报纸上买下整版篇幅 发了一个广告 广告的题目叫 非法的法 无罪的罪 那来评述赵连海这件事情 BBC呢 采访了刘孟雄 刘孟雄表示说 从10月12号 他在港报买下整版篇幅 为毒奶粉受害者家长和 劫食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名不平 他说这以来北京方面或者香港的中联办 还没有什么不满的声音 刘孟雄呢 接着讲说 大陆这个表现呢 直接表现出来的是司法的黑暗 而作为自己一个全国政协委员 他说 我觉得责任高于荣誉 刘孟雄接着说 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底下的赵连海冤案 某些地方司法黑暗已经到了 连一个痛爱自己儿女的好父亲 一个建议勇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的地步 那刘孟雄接着说呢 赵连海在自己的孩子受到毒奶粉伤害之后 在街头接受媒体采访 与另外其他的受害的孩子的父母 在街头聚会 以及出头为上访过程中 被强奸的安徽女子打抱不平等等 都是符合中国宪法的正当行为 是行使公民的基本的权利 这与大兴法院所谓的寻觑滋事的罪名 根本就疯马牛不相及 就像我这一次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你看见川冠衣的 甭管他穿什么狗皮冠衣 如果你他的任何的作为 如果你提出任何疑虑的话 你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给国家添麻烦 所以作为普通的大陆人 今天你不反也得反 今天你不上良善 他也得给你整到良善去 因为大家都为利益而奔波 没有基本的人性和社会的道德伦理而言了 你不上来善来善去